在车阵中穿梭叫卖玉兰花的小贩宁定不陌生 但是您有没有发现 在一般的花店花室里头根本找不到玉兰花 因为玉兰花在台湾并不进入花卉拍卖市场 而是透过了自成一格的特殊产销体系 来到接卖小贩的手上 让许多弱势族群赖以为生 而除了玉兰花 接卖小贩都受推销的东西其实五花八门 但是这些商品往往不见得是民众需要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您会直接拒绝这些小贩 还是基于同情勉为其难的购买呢 最近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就开始尝试一项翻转接卖形象计划 他们想要让接卖者贩售的商品 具有市场性又兼顾品质 摆脱同情销售的长久形象 他们要怎么做 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闪电落下 最大产地 屏东 黑暗中刘大哥一家 在玉兰花园里快速地来去穿梭 在头灯的探索下 动作俐落 摘下那一朵朵洁白的玉兰 一朵朵洁白的 要到有时候 如果要到复乎 吃粉吃茶都不够 动作要快 日日开花的玉兰 含苞待放时就要采收 只有每晚的六点半到九点 是采花期 因为不只赶着要北上的货车 在等着 赖此为生的街头小贩们 也在等着 花农们于是分秒必争 如果没办明天才就赢费了 选去选去 明天才明天才明天才明天 整由我们最辛苦的 就是落后 要处理斑 但为公最辛苦 落后我们还是 给以前的交往 每年四五月 是白玉兰的盛产季节 但同时也是失乐的美羽季 穿着雨衣在黑暗中工作 是常有的事 今天这样多少 四十四 四十四台鸡 嗯 早上冰水过来 会看到这样 更新鲜 你若没有夹冰 没有煮冰水 会会软软的 像那些鸡鸡鸡 这样 刚离开枝头的玉兰 得立刻浸泡冰水 透过低温来降低花的代谢率 达到保鲜的目的 在篮子里留下字条 上头有花农的名字 与今晚的收成料 即可打包 晚上九点半 花农们准时将一楼楼的玉兰 送到集合地点 等待货车运送北上 这交易过程没人看管 一切凭默契行事 这一间货就是台中林先生的啊 其他的台北 台北这样子啊 这一间新竹啊 新竹吴先生啊 屏东的高树香跟盐补香 是台湾玉兰花最大产地 供应全台八成的需求量 每年产值超过新台币六千万 台北市则是主要的消费市场 每天凌晨三点 货车抵达台北 台北市的六大盘商 会在桥下等待收获 接着立刻再配送到合作的小贩家中 盛产季节 花农一台金的玉兰 约买七十元 大盘专手给小贩 每金则买一百八十元 到了小贩手上 乘金便产论朵 每串二十元 街头常见的玉兰花 残销体系自成一格 井然有序却少有人之 它是台湾少数不进入拍卖市场的花卉 民众很难在花市找到它的身影 而这跟玉兰花在台湾文化 风俗上的特殊性 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 过去呢 台湾的玉兰花通常都是在 公庙 庙口 贩卖 因为信徒 公佛的时候需要 大概到1970年代之后 逐渐这个玉兰花变成 我们在街头 这个红利灯下在贩售 那一般而言 我们台湾民众会认为说 买这个玉兰花等于是在 帮助弱势族群 等于是相当于是在做善事 来玉兰花 玉兰花 一串二十三串五十 好 谢谢哦 谢谢 祝你平安哦 谢谢 昨夜才从花农手中摘下的玉兰花 端眼间已经来到台北 东门市城的角落 好香 在那里就闻得到 谢谢 祝你平安 谢谢哦 因为妈妈小时候都会车上放玉兰花 然后我现在住美国 所以回来闻到玉兰花 就会特别 只知道有一种怀念的味道 对 玉兰花是台湾人共同的香气记忆 也因为成本低廉 一次交货只要几百块钱 加上重量轻容易吸带 成为许多底层落势者的一条活路 玉兰花这个东西是照顾到无与数据的家庭 很多的家庭都必须仰赖它 然后才可以得到一个得以温饱的一个收入 然而 要到街头讨生活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吃力而缓慢地移动身体 光是要换到电动轮椅上 这样简单的动作 小明花了好几分钟才完成 因为脚已经没有办 没有办法自己控制 那就必须要绑起来 让它比较固定 脚才不会掉下去 绑起双脚 才能走得出家门 阿姨你现在拿那个是什么 尿糊 如果我要小号的时候 就直接尿在尿糊 然后就不用移位到 把桶上这样子 就用尿糊尿尿就好 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到 那时候往前走 在前面那边 家里特别准备了一个小冰箱 专为交贵的玉兰花而设 出门前才拿出来 这位玉兰花爬的 所以就必须要 把她跟照顾婴儿一样 要好好 对她要好好 那如果像接下来 夏天更热的时候 就会准备 下面会垫那个冰箱 小明出门一趟 行前母亲得忙进忙出 为她做好完全准备 就怕行动不便的儿子 在外头遇到危险麻烦时 没有人能够帮忙 我想她说冬天很冷 夏天会很热 热的要命 她还是要在那个很热的地方 我是很放心 她自己会去想办法 她都会自己去想办法 其实她很勇敢 是我自己觉得说她不方便 可是她很勇敢 儿子出门了 母亲还站在家门前 看着她的背影 从她还是个健康蹦跳的孩子 到现在得轮椅代步 我本来的身体是 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方便 那也是后来去当兵的时候 才生病 然后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是叫做多发性肌肉炎 所以我全身上下 只要有肌肉的地方 它就会故度发炎 罹患特殊疾病 小明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 肌肉越来越无力 但是为了生存 她还是来到街头 一天叫卖12小时 总是要把花卖完 才肯回家 我还记得我第一天 那个时候 心情是很害怕 就是我本来想要叫卖 但是我喊不出来 因为还是会害怕 接卖者的第一乖 要克服的是自己的心理障碍 当然还有警察的躯感 像这天 才刚开始卖不到十分钟 远景就已经出现 小明只能赶紧离开 你好 谢谢喔 转换阵地继续卖 接卖者最现实的考验 其实来侦措过的每一个人 买或不买 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 我觉得她自食其力 值得大家帮她一帮 那你喜欢她 还好 我没有特别喜欢她 接卖者随处可见 有些人其实根本不喜欢 自己买的商品 之所以掏钱 常常是出于一份同情 支持或是鼓励 这样的现实情况 也让接卖者经常被认为是 同情销售 然而有没有可能 贩售的不是同情 购买的不只是一份感谢 然后我们希望说可以说服他们 把这个这样子的旗子 放进他们篮子里面 今年27岁的乌彦德 就是看到了 接卖者难以被扭转的现况 想要改变这一切 他做了一份消费调查 发现有八成的人 其实想要向接卖者买东西 但是篮子里找不到需要的商品 于是他决定 自己开发新的商品 我们希望这个商品不只可以自力更生 它还能再帮助 就是让一些事情被看见 一些社会性价值被看见 例如说友善生产 自然农法 或者是一些小农生产的东西 吴彦德和几个同样年轻的朋友 组成了一个团队人生百味 执行起翻转接卖形象计划 他们开始寻找台湾在地的友善商品 除了里面的推广 也希望消费者从接卖者手中 买到的是自己想要的商品 像红乌龙 还是浮沉农庄 他们在协助一些 各地就在做友善农法 他们想鼓励很多人 去一起用这种方式 去改变他们的过去种植的方式 为了确保品质 他们找上台东第一家 通过认证的有机茶园 合作发射红乌龙 他们走访产地 了解不使用农药 除草剂的香水柠檬 是否真的对健康无害 小明就是阿德第一个合作伙伴 因为认同阿德的理念 友善产品跟着玉兰花 一起在街头贩售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当初我也想说 如果遇到柴券是淡季 然后又加上花没有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 可以让我做贩卖 加减可以补贴一些收入 那刚好就是跟人生百费 有这样的配合 在旺华剥皮疗的角落 安静地作画 等待客人上门 立端是翻转接麦计划的 另一个合作对象 曾经遭逢人生巨变 行动不变的他 现在住在教会里 他加入接麦计划 除了是里面的认同 同时也想证明 他还可以靠自己站起来 我想说证明自己 你不是只有残废 什么事都不能做 你当作为一个敏虫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悲哀 第一次是很好奇 那个产品是什么 然后想要买去吃吃看 然后买了我就觉得 芒果干我就很喜欢 所以我自己 就是如果要送别人 礼物我带回家 我都会买 新的商品吸引年轻族群的注意 甚至让顾客 从原本的随机过路客 变成专程上门消费 然而根据我们的采访观察 一整天下来 购买人生百味商品的顾客 其实并不多 虽然是没有达到说 他们当初设定那样 就是我可以依靠人生百味 可以得到像一般人的收入那样子 但就至少就 三五千块是还OK的 是真的很烂 那有时候也是贡沽啊 站在人潮汹涌的入口 多数人快速走过 没有多看一眼 当然也没有注意到 这街卖的商品不一样了 大家对街卖者的 既有印象你觉得是什么 可以列举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骗人的一个最多的吧 觉得他们是骗人 对他们是 要不然就是集团被处操控啊 要不然就是觉得 他可能不是真的残障啊 接迈着在大众心中 根深蒂固的形象 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生意不如预期 所谓翻转形象 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形象 而是社会认知于他们的形象 我们觉得里面需要被改的东西 只有社会认知的形象 翻转接卖计划是否能够成功 台湾的街头能否有新的风景 除了销售方式跟贩售的商品 必须有新的尝试之外 民众是否能够抛开原本的印象 重新看见 重新认识接卖者 或许才是改变的关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